對 一定是希望是小田啦 但是 因為其實有點 你叫什麼啊 私心 手費 手費手費 手費手費 因為就是 關與鬼的 就是 光翰還有伯鴻 他們也非常棒 然後自己也有參與那部片 只是因為小田在那部片裡面 他實在是 所以就是會覺得有點心疼他 但因為另外兩位男生也真的非常棒 所以今天 很可以理解為什麼 大家會說是 那你這兩部電影裡面 哪一部電影比較 哪一個角度比較非應 你現在 已經會有什麼 會有自己的事情 有沒有 欸我必須得說 以前可能真的是一個 自己 這樣 就是小辣椒這樣 但是 我覺得 最近 有比較明確的感受到自己的 私下的情緒會變得比較平穩 所以我想應該是 就是小妹吧 各位明朝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王靖 秋冬我覺得最推薦的單品 應該是我剛在店上 有逛到一個毛茸茸的外套 然後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自己本身 有的時候又會有點太害怕 就是比如說室外跟室內的 溫差的問題 可能有時候你在外面穿得很厚 但在室內開暖氣的時候 又會特別熱 所以我喜歡穿一些 比較洋蔥式的穿法 然後在下半身這邊呢 我也會比較喜歡 穿one piece的整件小洋裝 然後配上一個長靴 我覺得那樣搭配 就會非常的可愛 我個人是 就是永遠都是在追求AA制這件事情 就也不是在追求啦 就是我喜歡自己的禮物自己買 然後自己的東西自己付這樣 當然除了什麼過節啊 什麼什麼之類 對 如果別人要送你禮物 還是會去說謝謝這樣子 但是理論上來講 我不太會去主動要求別人 需要送我什麼 因為就是 然後金錢觀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我比較偏 我可以譬如說兩三個月 都不要有什麼支出 但可能一次支出又會 支出一大筆這樣 我會比較看心情派的啦 所以就是 有的時候水瓶座的個性 可能會讓別人有點難以捉摸吧 尤其當對方又是比較 就是比較務實的人的時候 大家在這邊 右邊 然後轉到中間 再看我的右手邊的水瓶座哥 左邊 來中間 好 再看一下 還有我的手邊的水瓶座哥 旁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公辦耶 是一個平常大家 很少認識到我 然後我們可以不動 出去 另外一個拿著 來 來 再看一下這邊 這邊 來 最右邊 來 我們左邊 兩隻 好 最後來一邊的水瓶座哥 要各位補派一下畫面嗎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